接下来要来说明一下本频道要调整的一些影片的问题 近几个月以来 只要我发影片一直以来到现在 其实遇到很多的问题 其实有很多的酸民或是哥布林之类的 对于这个影片的内容 不是在挑剔影片内容 而是在挑剔影片其他的东西 包含标题下的对不对 不能下的太农场 也不能下的太偏激 这个有人挑剔过 还要对一些建传的艺名 英文艺名中文艺名 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很多原因 造成现在感觉对于影片的制作的热忱 被削减了很多一部分 那其实中间我也曾经想要调试一下 不过其实这个也很困难 因为身为一个创作者 对于被交袭这个热情 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那接下来影片 我应该会朝向走会员制的 之后把日版的影片都锁成会员 那以后可能会开放出来给一般人看 不过目前因为我主要是更新在日版的这一块 所以以后日版影片会先放在会员这边 那以前我也承诺说我会做会员专属影片 不过也是好像很久都没有做会员专属影片 那之后只要是新建传的一些性能分析 我应该都会先放在我的会员频道里面 那之后可能哪一天想开了会再开放 台版的这个攻略应该还会继续开放给一般的观众看 毕竟台版的这个资讯其实都是已经出过的素材 我只是再重新拿来副植贴上而已 所以这边相对是比较简单 那只要是我想要降低这个被泼轮水的感觉 说实在 因为我现在已经想不出别的方法了 该封锁的我也封锁了 然后其实每一部影片我都要封锁了 说实在这样下去 我都觉得我自己有毛病了 那为了保持我的身心健康 我觉得还是先放在会员里好了 毕竟休息一下 如果没有这些哥布林啊酸民啊 那我想Coco或是这个Lulu也不至于会毕业啦 好啦那今天就是这样讲 那以后有什么变化的话 那再做公告了 好感谢大家